今天我们从苏博地产离开 然后去贝尔格莱德 现在是5点44 外面的灯还没有亮 主要是今天刚好那个乐乐 她是开车去那边接人 去贝城接人 我们刚好搭她的顺风车走 好久没骑这么早了 这一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你多保重啊 有机会的话就找个多着几个女朋友 听到没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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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就要分开了 对 刘哥找了一个工作是吧 对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 他说按天 干一天有一天的钱 一天四百块钱 四百块钱也不少了吧 嗯 管器管住 没有什么花销的 对对对 那个城市离那个叫什么 科索卧比较近是吧 嗯 对 这个地方离首都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嗯 我们现在去 我们要分开了 又要分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再见面 对对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 你要再回去的话 你应该到巴西了 对 应该也快 快 15号 对 到时候我给你 如果过了的话我得跟你联系 嗯 嗯 好 咱们就到车站 然后你买到这个 别林那区 别林那区 从那做一个刷签 然后再回来 是吧 刷签 白白卡 嗯嗯 就是银行卡 对对 那上次咱们上厕所在哪儿了呢 还记得吗 在前面 走走走 先上厕所 这憋坏了这一路 对对对 走了 走了三个多小时 还好是坐乐乐的车 因为乐乐的车是开车嘛 开车快一点 开车人相当于专车了 嗯 乐乐收的这个费用是 相对来说真的是很低了 两千 两千迪纳尔 看一下 50迪纳尔的厕所什么样 这泡尿不便宜啊 这泡尿 要接近三块人民币呢 一路顺风啊 拜拜小姑娘 这个贝尔格莱德了 今天和我这个不能露脸的朋友 要带我去哪来的 今天 上那个步行街那个 香肠酒店 去喝 喝点东西 那个酒店大不大 很大 五星级就在那 五星级 最近怎么样 最近 最近还好 都干啥了 啥也没干 啥也没干 好事也没干 坏事也没干 对 中国的熊猫 潘达 他就靠这个维生吗 就我不知道这个是充气的还是 肯定是充气的 充气的 这也收钱 你给他拍照的话 就是他收点钱 哎呀 这天真舒服啊 不冷不热的 最近出去了没 没有出去 没有出去 我怎么感觉现在那个人好像比以前多了 今天星期天呢 哦 对对对 星期天 平时星期天 人也很多是吧 对啊 昨天星期六人也老多了 更多 就是那个 礼拜一到礼拜五之间没什么人 比较少 不能露脸的哥们要请我吃一顿大餐 还有多远 都在楼上 这不是麦当劳吗 谁吃麦当劳 哎我还就喜欢吃麦当劳 你不喜欢吃麦当劳 在国内都不爱吃 反正我发现出来之后第一披萨 第二面包我都挺喜欢吃的 他们最擅长吃饭的人最多 啊 外面人也有多 里面人也有多 因为最好的地方是吧 不是说最好的地方就是 景观那些 都比较舒服 直接就是欠单是吧 少年卡 哇好大啊 咱们找一个好业 这相对来说最高的了 那那面有一个 我自己来这还有点不适应了 没有空位置了就这个空位 这里吧 干啥在这儿啊 干啥在这儿啊 这个这个叫什么街头卖艺 刚才挺热闹的一说举起来统要钱是不是全虎呀全散了是吧 给钱的人概率高吗这边人 一小部分吧也还是一小部分 就是 那个 街头已经太多了 当地人收入也低 对还有一个也是也挺多的 你过一个地儿 你只要给一次钱 你一条街 可能要给个 一千块钱 一般这边给钱给多少 看亲情吧 50 100 50 100都能给 100的话是6块多人6块多人民币 大烤肠在这里碰到了 240 这个超好吃 超大的牛肉啊 加可乐 哥哥哥了 加一个薯条是270